加入我們LINE群組留言168 今天將送給大家 下個禮拜的標股週報 那另外呢 下個禮拜有兩個族群可以特別注意哦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黃瑞瑋 今天是6月18號禮拜五 歡迎收看德勝兵法 又到了快樂的週末了 那今天的節目一開始 就要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 好來看這邊哦 看到我們節目 今天待會你可以掃描我們QR Code 在LINE群組當中 留言168 將送給大家標股週報 針對下個禮拜的標股週報 那請你待會 看節目正前方這裡有沒有看到QR Code 新朋友或是你還沒有接我們LINE群組的朋友 現在可以馬上做掃描QR Code的動作 那掃描完成之後 在裡面留言168 就可以跟老師一路發 那就把下個禮拜的標股週報要送給大家 請你馬上做加入的動作 那再來呢 這個之前6月初的時候 當時有來留言168的投資朋友 我當時送給大家 66大順金標股 那哪些金標股 都會創新高哦 來 滕輝 6月11號就已經創新高了 再來 這禮拜三繼續創新高對不對 好 滕輝 快150了 那今天股價呢 哇 漲到 157塊 有沒有 又創新高了 那為什麼開高走地震盪 我跟他講過了嘛 現在幹嘛 一百五的震盪嘛 恭喜 都創新高 來 滕輝 米蘭也是對不對 所以創新高 6月5號就創新高了 6月11號禮拜五了 上禮拜五了 好來 那是這個昨天有沒有 上禮拜五三年金像光 漲停創新高 66大順金標股裡面的 第二檔個股在這裡 昨天漲停創新高 今天的大盤跌哦 他的表現又如何 繼續漲 又創新高 有沒有 漲到被關緊幣 分盤交易 這樣夠不夠標 這是6月初哦 6月份剛開始就送給大家的 66大順金標股 一檔接一檔 標標標 那 之前有來加入群組的投資朋友 都賺到了啦 都賺到了哦 所以這一次呢 下個禮拜有什麼標馬股呢 要送給大家呢 就請你哦 直接在LINE當中 先加入留言 再留言168 就可以拿到標股周報 好 那再來看大盤哦 大盤部分 今天其實震盪哦 其實盤中的時候 就區間不大了 你看哦 盤中的時候最多啊 漲26點 那在1點25分的時候有沒有 跌了30點 是不是霞幅震盪 那最後一盤 才殺下來 最後跌了72點 那今天整體而言哦 盤式是怎樣 在創下 從15159以來的一個破斷新高 來到15417 那行程震盪換手 就是個股表現啊 那最後沙尾盤 是誰把大盤帶下來 比如像這個 叫面板 面板的時候呢 我們在5月份 5月下旬 就可以預告他會反彈對不對 但是反彈在幹嘛 把握賣點 折機換股 來看一下 有沒有彈上去 彈到268對不對 然後呢 馬上折環跑 前幾天的時候呢 最低20.8 禮拜三 昨天一根漲停板 哇對不對 昨天漲停哦 哇 全市場渾身雷動啊 大家忘記了啦 忘記前面的一大段了啦 對不對 很多人就馬上看回升了啦 我說一天的漲停 他是無法扭轉趨勢的 除非什麼 除非他重新 突破這個僅限壓力26.8 我們昨天這樣講 當然有對不對 你看節目 所以昨天的漲停叫跌升反彈啊 我昨天公開講 這是給大家 如果這個波段反彈 沒有賣到的投資朋友 這是給你的第二次機會 你要把握什麼 賣點 對不對 友達嘛 我們昨天公開這樣講嘛 好來看一下 今天友達哇 你是行情哦 收最低啦 是不是收最低 對不對 又印證了嘛 這友達 仍然弱勢哦 好來 那群狀也是一樣啊 昨天也一樣跟你講啊 提升反彈而已啊 把第二次 人家給你的機會有沒有 掌握賣點 這裡 這裡今天壓力25塊 沒有過之前 都是弱勢的格局啦 這僅限哦 對不對 那今天的 群狀 是不是一樣 收最低哦 對不對 收最低嘛 開小平高盤然後震盪 殺尾盤收最低 這支行情嘛 有沒有叫做印證 我跟譬如老師真的不一樣啊 我們不會看漲縮漲 看跌縮跌的 老師看一個趨勢啊 我用形態戰法去斷 個股的強弱跟多空 對不對 所以當時啊 在5月份的時候 就是大家一起跌 跌到15159嘛 當時這個疫情嚴重嘛 雙北到全國3期警戒嘛 疫情嘛 那 那 之後呢 從1519跌升反彈上來 跌上來 跌上來之後呢 我說 這地方有些股票怎樣 你要把握反彈的賣點 那有些股票會創新高 那其中我說的面板族群 就請你這樣把握反彈的賣點 為什麼 我們才能講得很清楚啦 因為 我的看法 只能分享給你了 整個面板的一個 報價的上漲 可能到 第二季就結束了 那 這幾天巡皇股 當報價 如果高檔反傳的時候有沒有 股價其實是領先的 那股價早就反映到這一段了 對不對 為什麼這裡 我們昨天講嘛 能夠衝到三十幾塊 好 這群創有達也是這樣子啊 為什麼可以 反映第二季的報價上漲啊 股價先漲在前面啊 對不對 難道才有報後面的利多嗎 是不是股價是領先的 所以當漲到這裡之後有沒有 你看到的時候 報價都會漲 這個時候報價都會漲 為什麼股價會跌 因為股價是走在這個產業的前面嘛 這樣給我了解嗎 所以我們說可能第一季的時候有沒有 這個報價可能容易反轉 所以股價就開始反映這樣的未來利空了嘛 這樣給我了解嗎對不對 所以我看 像有達看面板的保守等等 都有辦法產業背景因素 都讓大家不斷印證啊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相關持股的人還是一樣 這個波段第二次彈上去對不對 找個機會 要懂得換股 好不好 我們是給他良心的建議啦 那你做不做看你個人啊 好來 那什麼是強勢 這個叫強勢 當時520我也給大家看過了嘛對不對 當時的大盤呢 來 520 大盤算是1萬6上下 這裡 是1萬6而已 那他呢是不一樣 他股價已經強勢表態了啊 多少價位 16塊多啦 我要幫大家鎖定這檔股票的 叫什麼 5475的德宏 你記不記得 對不對一路幫你鎖定 從520降上來 到6月8號 28.8 這一天最高對不對 創新高嘛 給你預告什麼 再來30塊哦 你要留整數關卡 這是壓力 第一次碰整數關卡 往往不會過 好來 隔天就多少錢 是不是30 硬碼不差嘛 然後開高走低 完全預告 完全印證哦 這裡 建高之後跌跌跌跌連三跌 這一天 還跌停板耶 5月11號 禮拜五的時候 端午節前有沒有 還跌停板 難道呢 就有小吃人 小吃人去買到這種股票有沒有 去追高啦 那當時很緊張 問老師 老師 哇真的煩惱到這重職吃不下呢 那怎麼辦啊 是不是跌停板 如其是回答 當時我怎麼跟在 都在做預告 德宏 我說 好啦 這裡是限高啦 短線 下下來之後呢 月線有撐哦 所以不要亂殺了啦 對不對 果然 固然端午節之後 哦 真的哎 怎麼那麼厲害啊 端午節前 跌停板 那老師開進口之後 端午節後 第一個教育是馬上漲停板 自己對照一向 對不對 跌停 5月11號 漲停 過完端午節之後 馬上從跌停變漲停 那個小吃人 小吃人來感謝他 來感謝老師 對不對 我說這要算真的專業啦 讓你們再見識一下 再來 到今天多少錢 當然不是撒尾盤嗎 他呢 這漲停板 看到沒有 創新高哦 來 德宏 他當然也是一檔標股有沒有 所以他也被關緊閉了嘛 分盤交易嘛 看到沒有 從16塊多 到今天已經突破30塊 有沒有在印證我所說的 當第一次來整個公開的時候 不會過 你要給他尊重一下 那如果基本面夠強的話 他第二次就會突破了 有沒有突破 今天正式突破30塊了 手板30.8 那基本面的狀況 我講得很清楚了嘛對不對 第一次的獲率大成長啊 然後第二次 四月份 單月份的獲率也是很亮麗啊 所以他股價上漲 為什麼領先大盤 一定後面有他背後的故事嘛 到今天為止 是不是股價讓他完全印證了 對不對 從 520到現在創新高 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好來 那再來呢 短線上下個禮拜 有兩個產業族群要跟大家分享 5243的以勝 他背後代表什麼 代表鴻海的 這個MIH聯盟 要呼發電動車啦 那下個禮拜五的時候 625號將召開什麼 線上成立大會 這是個題材 所以相關的個股 MIH 鴻海的這個電動車大聯盟 相關個股可以做注意哦 這是以勝部分 好 那再來 你有個產業族群 以他當代表 2637的惠陽 他代表什麼族群呢 散裝船 散裝船 目前為止 後衛航運漲到噴出了 漲翻天噴出了 那後續所接一棒叫什麼 散裝航運 那目前散裝航運的報價一樣 也是持續向上 那就以他當代表 2637的惠陽 現在一樣轉強 以他當代表 那下個禮拜這兩個族群 幫大家再複習一次 第一個誰 各位MIH 鴻海的電動車的相關的大聯盟 個股 那這些股票 我幫會員做鎖定的 那也放在 今天要送給大家的 這個標股周報裡面 所以待會 今天掃描LINE 掃描LINE QR code之後 然後呢 就打個168 好不好 就把這份標股的周報送給大家 你看 第二個產業族群就是散裝航運 這是目前為止 這個下個禮拜題材持續著的族群 那這族群之下有什麼股票個股 最會漲最會標 幫大家做鎖定的啦 好不好 很重要哦 加LINE 加完之後呢留言168 好來 這代表第一個族群散裝航運 那另外呢 這檔個股 6月9號的時候 老師有沒有跟大家做預告 這一天有沒有 6月9號 我們說買機檔什麼 電子零組件的相關個股 後來我跟他公開了嘛 就2484的西華 我們當天請全國會員做買進 現買現賺 恭喜發財 這是6月9號的時候 6月10號 繼續漲繼續賺 又賺更多了 這禮拜二 哇又什麼大漲 對不對 又創新高啦 從原本二字頭二幾塊 是不是三幾塊了 三幾塊囉 最高32.2囉 這禮拜二 昨天最高33 再創新高 恭喜會沒有 好來 今天 哇繼續漲 繼續收紅K看到沒有 來看一下 今天大盤是殺尾盤的 對不對 他是表現不俗 就是繼續漲啊 繼續賺啊 再創下一個收盤新高價嘛 從二字頭 算算算算算算 對不對 都事先預告的哦 不是從 齁這個突然冒出來的哦 恭喜大家哦 越賺越多 好 這是西華部分 那另外呢 這一天 這禮拜二 65號這檔股票 我說形態轉強予以鎖定 我們請會公開講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好不好這是怎樣 都不能造假的 好來他是誰呢 3707和雷對不對 鎖定之後再來是怎樣 就準備佈局啊 昨天啊 昨天佈局啊 那前天的時候 我跟你說什麼 前天的時候不是下殺嗎 那我們不是跟他講說 這一天是關鍵時間 因為什麼 這個美國費的將召開 FOMC會議嘛 要決定利率嘛 決定收錶嘛對不對 啊所以呢 禮拜二的時候說 你要先以進自動 你記不記得 那這個再來 哇開會之後美股下跌嘛 那台股呢是不是開機走高 我們昨天就 進場買進啊 那昨天節目公開跟他講有沒有 這檔漢臉做什麼的呢 第三代化二半導體 就所謂氮化加 還有什麼碳化系相關的個股 這是未來的運用啊 第三代哦 半導體 那我說這整個趨勢 是值一向上的哦 那昨天沒有漲很多啦 創的收盤性高 那我們昨天是現買現賺 這一檔漢臉 那今天哦 各位來看 哇不得了呢 插一咪咪漲停板 全國會員恭喜發財 來看一下漢臉哦 對不對 人家在殺尾盤 我們在拉尾盤 盤中最高已經漲到89塊 漲停板價位是89.2啦 他最高89 是不是差一咪咪 差一咪咪漲停板 漲的9%多嘛對不對 完全預告完全賺正就如此啊 這我們叫漢臉啊 今天盤中的時候也跟大家做分享嘛 對不對漢臉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一檔哦 名家私房菜哦 這一檔 洪家軍概念股 他也是檔平概股 我說這底部嘛 對不對 是不是在低檔 沒有錯嘛 好股票不用去追高嘛 老是帶你賺 帶你買帶你賺嘛 那當天呢 6月10號的時候 所以買先賺 結果會有共同專政 有沒有 下來 哇又漲 慢慢呼化了 這個 越漲越多了 恭喜發財 你買三又漲 對不對 你買三大盤跌啊 他繼續漲啊 會不會有繼續再賺 好 今天 大盤依然跌哦 他呢 哇 真的呢 是慢慢呼化了 當這個原本人 這個 青蘋果慢慢變變變變變 紅蘋果 我們就準備大豐收了 目前為止 還在底部哦 慢慢一樣拉開我們的 成本區嘛 越算越多了哦 創造收盤新高 那剛剛講 下個禮拜 洪家軍 MH有題材對不對 那另外呢 蘋概股 蘋果股價在現在美股裡面 他的表現是相對強勢的 這一檔 地表 最大的全值股 蘋果的股價 目前在什麼 美股裡面 NASDA 他是怎樣 帶你NASDA往上衝的哦 所以呢 相關的蘋概股 會不會在下個禮拜 股價 持續漲 持續發酵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了 所以他今天就有什麼 洪家軍的題材 還有呢 瓶概股的雙重題材 就讓我們全國會員 繼續賺下去 你看哦 第一檔 有老師帶你賺多好啊 對不對 底部啊 買底部啊 不用追高啊 然後穩穩的上去啊 到時候噴出有沒有 就可以怎樣 準備獲利啦 就如此啊 這我們的TEMPO跟節奏啊 想不想賺 一定要賺啊 下禮拜 還有全新的個股 請你跟上腳步 那如果跟上貨利腳步呢 來 這裡有電話對不對 請你直接把它撥通 或是呢 在我們LINE群組當中 也可以留言說 要參加會員 跟老師做操作 那 參加會員 你跟老師 越境 我們第一手消息 就會怎樣 先給會員朋友嘛 你離我越境 你賺的越多了 那當然我們的粉絲 在LINE群當中 老師怎樣 也會多少照顧嘛 對不對 也會把好的股票 在我們會員 你要布局完成之後 也會跟大家 來做分享 給大家稍微評一下 那這裡呢 最棒的模式就是這樣 成為會員 跟上腳步 好不好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你會賺最多 那另外呢 也請大家 加入我們LINE群組行列 那如果加入 節目前方這裡 看到沒有 扫描 Like QR Code 還有扫描TG 那接到LINE之後呢 請你這樣 務必要留言 168 加入LINE之後 你要務必留言168 你才能拿到這份 老師贈送給大家的 標股週報 那下個禮拜 標股週報有沒有個股 還是會噴噴狂 讓大家愛不釋手 讓大家賺得很開心 好 就請大家怎樣 掃描QR Code 就我們LINE群組 那 跟上腳步 賺最多 那今天節目 進到這邊 看完節目的時候 別忘記哦 按讚 分享 還有打開節目下方的小鈴鐺 訂閱老師節目 優質的節目 這個節目可以幫助大家 可以了解很多操作觀念 了解更重要的盤式架構 還有未來產業方向等等 那更重要怎樣 標股 我們在盤中的時候 還有呢 節目裡面 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呢 節目也要務必做訂閱 感謝收看 祝大家下禮拜 操作順利 天天大戰 拜拜 貝爾證券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先進行 我先進行 到兩個月